扶元爱日前从台湾带走一位家人回日本 将红杰布满她失联 为此发文大动肝火 双方也因此隔空交战一番 不过扶元爱回到日本后 心情似乎不受到影响 和家人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由日本媒体在7月25号前往 扶元爱价值3亿日元 人数约80平的豪华公寓采访 听到屋内传出开心的笑声 疑似是扶元爱和同居的横滨男 拿出充气泳池 在阳台和家人一起开心玩乐 水花还不断溅出来 听起来双方相处得很融洽 而扶元爱被问到 和江洪杰之间的纷纷扰扰 她也坦言应该是有误会 强调一切事情都有按照程序 绝对没有擅自做出不该做的事 而她也向媒体透露 家人在暑假期间都会和她在一起 预计会待到8月底 而家人是否会在9月初返台 江洪杰的公司也仗无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